可能暫時不需要製造麻煩 因為有多同學一直要用最新的 可是問題你連舊的基本的東西都還搞不清楚的時候 你用新的新舊又一堆問題 那你根本是沒有辦法去應付這些 所以建議以2.33會是一個比較折衷的一個方式 其他的話步行主題這個不用了 因為這個不相關 我想我們這個美工部 現在我們學的主要是以城市設計為主 那你說步行主題那些不重要也很重要 現在也很缺APP的美工人員 但是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講 APP的美工部分 因為理論上跟那個網頁設計一樣 城市歸城市 美工歸美工 沒有那種一個人從頭到到底的 美工要自己做 城市要自己寫 那太困難了 通常都是把它分開來的 所以步行主題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再一次跳過 OK那相關的設定的話 類似像這樣子 上面的話有Application name Quarjar name 如果中文的話是應該應用程式名稱吧 專業名稱 然後就給他一個 這個package 套件名稱 通常套件名稱的話我講過你不要用預設的 如果你用預設的話將來你再傳到那個 Google play的時候他就會 他會拒絕你傳上去 因為他會認為說你那個名稱 是預設的 就是不正統的 盡量會用什麼方式 用那種名稱就是你們公司的縮寫 或者你有個工作室的縮寫 所以我我不是有把那個 名稱改成叫做 比如勞工大學我就改個 就什麼 Label 就是 Label 就是勞工的那個縮寫 類似這樣 那你也可以想如果你將來有一個 公司行號 那公司行號有縮寫 用公司行號縮寫 也是OK的 這部分的話 我想 OK 那再來其他的版本 這些 Sing me 你可以選擇 沒有就可以了 反正就預設的 那其他的話 類似 呃 再來icon 部分 反正就這個部分就用內建就可以了 就把它跳過 然後 這個地方就 把它跳過 另外icon 你也可以自己去設計 這個icon 各位可以看到 將來在那個 在手機app上面會有一些好幾個圖示 那這個圖示部分也有分解析度大小 這部分你可以用photoshop去做 然後做完之後再把它匯入 這個地方可以選取 不過這部分不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我們下一步 那再來他問你說你要不要一個什麼 ACTIVITY 這個ACTIVITY其實就是 這個程式撰寫的地方 就是我們放在SRC裡面 就Source 那如果你們有學過那個類似像那個 ASP.NET的話 ASP.NET 他就是 畫面 跟那個程式分開 那ACTIVITY有點像是程式 寫的地方 ACTIVITY 那這個ACTIVITY呢 有點像 這個這個 就是 放程式的地方 那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就給他預設的一個 空白的一個ACTIVITY 他就會自動幫我建立一個 空白的